pululu pululu tululu tululu 小夜之夜 今天我的小夜之夜 有兩個小主持人 一個叫露露 你好 你好... 好 一個叫喬喬 你好 好可愛喔 這兩個呢 都是現在我們電視上 妳咳嗽囉 妳在電視上最紅的一個是 在演兩個爸爸當中的 兩個爸爸的女兒 對不對 樂樂 樂樂跟我呢 其實在百萬大明星的時候 妳就來參加過 對不對 妳是小甜心 是不是 那個時候他們在表演的時候 樂媽媽還記得嗎 就是他們來表演的時候 我們就說這兩個小孩 應該去演戲吧 對 好 馬上就實現了 馬上就實現了 對不對 一演就演得最紅的 那瞧瞧呢 我們好多次了 對不對 妳上次也來到這節目 還有在紅白 對不對 跟蕭敬騰有沒有 妳最近也很紅耶 妳一直都很紅耶 對不對 是不是 對 那妳知不知道最近爸爸 因為妳喔 有很多人喔 寫信給爸爸喔 妳知不知道 不知道啊 很多人喔 因為妳喔 妳有一個烏克莉莉對不對 對 妳的烏克莉莉還在嗎 丟掉 丟掉啦 還就是因為烏克莉莉事件啊 小小爸爸就被很多人瞧一瞧這樣子 那其實呢 有一半的是贊成的 有一半是不贊成的 所以今天呢 我覺得這個每家的孩子啊 到底要不要教 到底要不要管 實在是一個滿大的學問 對不對 小孩子我記得上一次 就是理事官來 他就是講到說 我們到底要做孩子的朋友呢 還是做一個有責任感的父母 因為有責任感呢 就是要教孩子 不是光說 我當妳的朋友 妳什麼都好 對不對 因為管教是個很長城的 妳要教他怎麼樣是有責任 所以呢 今天呢 我們也請兩位這個算童心的爸媽啦 就是用你們的世界 來讓電視機前面 也許妳對妳的孩子管教 也有一些拿捏的問題 但拿捏的問題 不是我們來說的算 我們要請到兩位醫生 好 這兩位都是醫生 叔叔喔 看起來會不會可怕 不會吧 不會 不會 你看 你們長得真好啊 對 小的時候我們看到醫生 都好害怕 現在醫生都長得好帥啊 好 黃宗玲是這個小兒科醫生 非常的有名 另外一位是王洪哲 兒童發展醫學專家 小姐好 大家好 剛剛我就是在問喔 你們這兩科 對兒童有什麼不一樣 後來黃醫師 黃醫師跟王醫師呢 就一個很好的說明 你說一下 就是我們小兒科醫師呢 在門診 找到這些孩子可能發展 不管是身體發展 或心智上的發展 有慢了一點 或是緩了一點的時候 我們沒有力氣沒有時間 就丟給王老師 好 那王老師呢 在那裡呢 就是把小朋友呢 用澆水一樣的 讓他們長得更快 更好 在長的當中呢 如果葉子有一點點泛黃嘛 又去找黃醫師對不對 再幫他上上色 好 謝謝兩位 來 帶了跟喬喬 好可愛喔 他們兩個 其實喔 喬霸這個事情 黃醫師好像常常注意到他們的這個 說老實話我也是最近才開始 知道喬霸跟喬喬這一對明星婦女 對 看他們的那個粉絲團 真的很好 很有趣 很有趣 對 而且他很多才藝 打鼓了 看得嚇呆了 其實我覺得喬霸是一個 像一本日記一樣 他其實是一個孩子的日記 他把喬喬所有的事情 就記錄下來 只不過現在科技很發達 以前像我爸爸只有貼照片嘛 然後記得新公園 然後玩耍 那個時候就最多是這樣子 那現在就可以把它記錄下來 以後喬喬就可以看到 我兩歲的時候幹嘛 我四歲的時候幹嘛 妳先幾歲 五歲 五歲了 樂樂...樂樂幾歲 八歲 好大喔 八歲很大喔 對... 所以在喬喬這個事件當中 妳看到了 妳怎麼想呢 沒有 烏克利利事件 最有名的關鍵字是烏克利 烏克利利事件 因為其實我們今天就從這裡開始 就是一個小孩子想要學烏克利利嘛 對 是 對 然後呢 他學了學了就不想學了對不對 也不是不想學 他那個時候就說 他要去參加成果發表會 可是因為原來學的時候 我完全沒有給他任何壓力嘛 就覺得開心就好 可是成果發表會 要有一個完整的曲子 那他自己說他想去 我就說那你要開始自己要練習 他就說好 他也答應了 我就幫他抱你 可是再來的兩個禮拜 他都... 我跟他提醒了幾次 他都一直... 就是沒有真的去練習啦 一直到最後的那兩天 我已經是... 每天早上都跟他講 然後他就拿出來播了兩下 然後又出去...又跑去玩 對...然後我就覺得說 如果你真的是要上台表演 你不應該是這種態度 已經給他兩個禮拜的緩衝時間 到最後兩天是已經很... 比較正式的在跟他講 你知道 當你PO上喬喬哭的畫面 你就倒楣了 對不對 是不是 你看 你不是覺得我倒楣啊 看起來喬喬比較倒楣的 看起來喬喬 這件事情我們要問一下王老師 王老師 我覺得這個其實 就點出很多家長常在 對 那常面臨的一個問題 就是孩子沒有辦法堅持 對 這個是最常遇到的 就是學一半就不想學 或者說一開始的時候性高采烈 所以我要學... 我要學這個 我要學那個 我都不會累 開始的時候就這樣跟妳講 小孩子不都這樣嗎 對啊 都是這樣 看到隔壁同學畫畫 他就想去畫畫 對不對 看到誰這樣 妳最喜歡學什麼 我最喜歡跳舞 跳舞 他有嗤之以恆喔 有 其實他也是試過很多種 但是只有跳舞真的嗤之以恆 所以就真的是他喜歡的 所以也試過很多種對不對 試過什麼 鋼琴 鋼琴 打鼓也學過 鋼琴啊 畫畫 唱歌啊 唱歌啊 也學過很多種呢 我也買到 所以... 所以這是要試的對不對 對 就是興趣這件事情 是去接觸了以後 才知道有沒有 對 所以我們常常講說 在學才藝的時候 那個體驗課其實還滿重要的耶 對啊 那個去體驗 然後幾堂課觀察一下 讓你的孩子是真喜歡 還是因為他的同伴 或他的周遭的同學喜歡而喜歡 對 這件事情是因為他們還小 所以我們必須要去引導 你說的方法是比較在家庭 經濟狀況很OK的情況下 可是事實上很多家庭 並不是那麼OK 我希望他在去試之前 自己要先想清楚 對 所以在他學之前 比如說他學打鼓是 就是他提出要求 我一年之後才讓他開始學 那鋼琴還有烏克莉莉 其實都差不多是這種情形 烏克莉莉我也是觀察了 至少三個月 我才...最後才答應讓他... 所以你還是搞不過他吧 你觀察了三個月一年 他給你兩下就對了 我覺得喬爸還是一個比較 男性的思維 男性都是很邏輯性的 你看喬爸他們剛剛描述就是 我已經給你時間考慮過了 我也觀察過了 要婚姻關係喔 當你做了決定 你就不能再返回 這是一個比較男生的邏輯 那這裡是爸爸去教養孩子的優勢 可是我們要... 必須要考慮到喬喬的年齡 他所做的承諾喔 在他這個年齡 這個年齡是... 這個年齡是... 很想聽到醫生 我醫生講這句話非常地順口 對不對 最常講的 不是 醫生常常要說 有沒有放屁耶 這個很重要啊 對不對 因為真的很多家長他搞不清楚 他的孩子的心智年齡到哪裡 他一直覺得說 我們這個像男生一言九鼎 大丈夫一言幾乎四馬男生 而且我覺得喬爸 因為跟喬喬 So close 對 對不對 非常的close 就是不像一般的爸爸 可能就是一個禮拜當中 跟你相處一天兩天對不對 他So close他就覺得 我都跟你這樣講的會不會 我覺得最生氣的應該 喬媽最生氣的是 是覺得 而且喬喬是在知道了解的狀況之下 而違規 這個時候那個情緒會更大 對 那我比較喜歡講另外一個故事是 我一個朋友 他這個小朋友彈鋼琴 彈一彈一樣 失言 媽媽 拜託...買了一台鋼琴 我的天啊 那麼貴 彈斷天之後 他有一天他就突然間 他就開始愛練不練啊 然後上課都是這樣子 要去不去啊 結果媽媽說你真的不想嗎 他說對 我不想 然後氣到 不練了 那以後就不上鋼琴課了 都不要 兩個人就關係弄得很不好 那這個小女孩呢 後來她在這個教會的主日學 聽到老師講的一個故事叫做 愛彈琴的安娜 這是一本很可愛的繪本 那裡面呢就講這個安娜 從小彈琴一直到老 她中間有結婚生子 然後最後剩下她自己一個人 但是這個每個人來來去去 但鋼琴一直是她的朋友 這小女孩聽到這個故事之後 她想了一陣子 她就回家跟媽媽說 我想要再彈琴 對 你這很像童話故事 對 這是真的 而且是真的 我跟你講 這個故事還有結局 是那個女孩子後來真的 她的就一路彈到朱莉亞音樂院去 就因為那一本故事 就是那個動機 今天家長有的時候這個 因為盛怒之下 把那個孩子的動機斬斷了 那讓那個孩子再從別的方式 去尋找那個東西 他當初那個喜歡的那個樂趣 在哪裡 然後再次自己自動自發 去抓到那個樂趣 那個就不會再放得掉 我很糟糕耶 我小的時候 我爸爸就很希望家裡啊 你知道這很多父親的夢啊 希望回到家裡頭 看到自己的女兒在那裡彈琴 是真的 是不是 爸爸有很多這種夢 對不對 但鋼琴我就... 我覺得跟老師也有關係 我那個老師太... 所以後來我家的鋼琴 一直擺到我結婚送給別人 我都沒有去擺過它 但是我覺得樂樂是很有興趣 對不對 對 對 好 那妳要不要跳給我們看看 好啊 好不好 來 來 好啊 隨便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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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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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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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了啦 厲害喔 他其實... 其實跳兩種不同型的舞蹈 我想問喬喬 妳喜歡哪一種 我喜歡第一種 第一種對不對 其實我剛剛就一直在看喬喬的表情 當他跳第一種舞蹈的時候 他就跟著這樣... 你知道第二種 就應該是七歲以後愛跳的舞 真的有差 你知道嗎 七歲以後就比較喜歡酷一點啊 流行一點 那前面那個就是四、五歲非常喜歡 兒童律動的部分 兒童律動對不對 喬喬喜不喜歡 喜歡 喜歡 好 回家跟爸爸吞摩羊 吞天空 其實喬喬有一個最大的煩惱 是有關於喬喬吃東西 這個我想是很多普世父母 很煩惱的是 一種是吃太多 好 因為一種是很愛吃 那喬喬吃飯的問題 喬爸來講一下 我覺得你這個吃飯的問題 很有意思 就... 其實我覺得跟很多台灣小朋友一樣 就常常吃一吃就失神 然後食物就在嘴巴 可以那種五分鐘 然後完全不動 20分鐘吞跟青菜對不對 對 然後 然後 吃飯很慢 但是一吃布丁 就非常的神速 好厲害 那你就要讓他吃布丁啊 可是不能天天都吃布丁啊 對... 那個... 那時候他又太瘦什麼又... 有被唸的又是我 好...其實齁 喬爸對他的吃飯 兩位醫生聽一下 然後曾經吃飯的時候 好 那我就用方法 先讓妳不吃 對不對 如果妳在現實之內不吃 就把它拿掉 看她是不是會餓 後來這方法也不行 對不對 這個也不行 因為她 就收腫了嘛 然後後來就問她說 她就很高興 收腫了 對 她很高興啊 然後說下午會不會肚子餓 她說會 她說不過沒關係 對 然後我就 這一招就沒用了 那其他招也是 比如說 就有一個...有一派說法是說 小孩子想吃 就讓他吃 想吃什麼 就給他吃什麼 我也試過 那也不行啊 對啊 然後試了兩三天 我就覺得不太對勁 全部都是巧克力 就不選飯啊 然後想說這樣也不行 我就馬上要選一下菜 巧克力真的很好吃啊 巧克力布丁如何 怎麼會給他選擇的選項裡面 怎麼會有巧克力這一箱 我想說他想吃什麼就給他吃嘛 我就讓他自己選 對 其實連平常吃飯 我都讓他自己選他喜歡吃的 可是他選了之後 他還是... 就比如說 今天我們要吃麵還是飯還是什麼 都讓他選對不對 對 我就會問說 巧巧今天晚餐你想吃哪一類 通常就站在路口 我就開始問他 對 讓他選 然後我就去找餐廳 然後找到餐廳我就說 你麵菜單有哪一些 他自己決定 對 他如果在西餐 他就等到最後甜點 對不對 可是甜點這個 我也當作過誘因 就說你這邊趕快吃完 後面有甜點喔 可是他通常吃一吃 吃到一半他就說 媽咪 我覺得 就這樣子就又放棄了 對 小爸 你改個名字不然這樣老瞧不定耶 你們有吃飯的問題嗎 他小時候就是一樣吃得比較慢 可是我覺得都有慢慢改善耶 就是後來有慢慢改善 六歲 其實例如看電視很容易發呆嘛 就會喊著了 後來就把電視關掉 對 然後因為他本來就愛吃青菜 他愛吃青菜 從很小就花椰菜很大顆都吃下去 好多人羨慕 好羨慕喔 對啊 我現在都羨慕 青菜也很好吃喔 很好吃啊 Oh my God 他也是啊 很好吃 他說他很喜歡吃青椒啊 小黃瓜那些 好啊 那就是青椒小黃瓜 全部都給你吃青椒小黃瓜好了 那就是青椒黃瓜炒飯嘛 對不對 我覺得吃飯真的是... 真是滿大的問題 這個一定不是現在才發生的 這應該是一直都是有吃飯問題對不對 那一直有吃飯... 其實吃飯問題還有一個最大的問題 在後面對不對 有... 因為還有更長輩的在的話 他會餵他對不對 對 就因為奶奶啦一定都會疼嘛 對 就是比較那種... 其實也不是說他們那個方式不好 可是就比較... 跟我們現在觀念不一樣 他會在旁邊就是一口一口的 幫他弄好 等著餵他 然後他想吃什麼就幫他準備好 對 就當...像一個 當作皇上在服飾一樣 喬喬說 好 這個問題也幫喬爸喬一喬吧 對 其實有時候 我們必須要反向去思考 為什麼被人家餵可以吃得好 自己吃反而吃不下 對 那可見被餵的話 他覺得這個方式是不一樣的 他覺得 欸 我會放多一點注意力 在我現在吃飯這件事情 其實常常會分心謊神 對吃飯沒有興趣 可能是長期被逼來的啦 真的 真的 因為我們 擴大了吃飯這件事情 你該吃飯囉 你不要挑食喔 對 對 今天要乖乖把所有的餐盤 裡面的東西都吃光喔 天啊 聽到都已經沒有胃口了 對 所以公司這樣講出來 我們自從減肥以後 對 吃好好吃喔 人生都是這樣子耶 以前喔 對 以前沒有限制吃的時候 都覺得吃沒有那麼重要 對不對 對 真的 對 所以那個動機很重要 怎麼樣 你看有些爸爸媽媽做得很好 換個盤子 他竟然就吃了耶 對啊 那個吃飯跟他講說 今天新的盤子喔 吃到見底的時候 你會看到有一台賽車在下面 趕快吃 對 然後呢 黃老師 這個小孩也太好練 現在的小孩都很難騙耶 對不對 還有一些爸爸媽媽用那個飯啊 對 上面用他喜歡 剛才有講青椒跟什麼 黃瓜 黃瓜 對不對 再加一些不喜歡的東西 把他弄成一個動物啊 或者說是什麼的 注意力全部投射在那裡面 光是在那邊看啊 或者說是什麼 有一點吃飯的東西 從這樣子先開始練起 所以不必是一個原則 所以喬爸 吃飽不重要 吃得好玩好像比較重要對不對 對 樂樂說吃得好玩 小朋友都很愛玩 對 對不對 他現在在學校有吃飯嗎 有 一個禮拜有一天 是整天課 就在學校吃飯 禮拜二 你在學校吃飯會不會吃得快一點 不會 會 會 小燕妳這樣問的意思是 有些小孩在學校吃得很好回家 對 是不是 因為他看著別人都愛吃 他一直不知道自己要幹嘛 就跟著大家吃 就跟著大家吃嘛 這個好像也... 其實跟上不上學有點關係 可是家裡面有一種狀況是 孩子吃 其他大人還沒有到用餐時間 他會覺得為什麼只有我在吃 還有為什麼只有我被餵 對 所以我說等他這種五歲啊 八歲啊等等 全家一起用餐 對 在那個環境之下 他自然而然就會跟著一起 對 對 就像學校一樣 像喬爸是比較理智的 所以他知道說 他看書也知道 要讓他餓餓 完蛋了 碰到一個小鳥味 他根本沒在怕的 所以其實有的時候這一招 這個喬喬說 我是小鳥味 他應該... 他也沒有那麼愛吃對不對 他也沒有不愛吃 對 真的 我坐摸不定 所以我到現在還沒搞定啊 才需要請教醫生 對 可是好 我們以醫生來講 他算不算稍微有點瘦 因為他爸帶他去踢足球 去滑雪 滑雪 對 其實你應該已經找過很多的資訊 那我有一個建議是 我有時候會在門診跟媽媽說 你讓孩子一天吃六餐 就是你不要讓這個孩子的壓力 在二 四小時 但是也不要集中在那三餐 那為什麼說六餐 是因為有三餐是跟著餐桌 大家一起吃 你不只是大家同桌吃飯的快樂 還有像訓練他規矩嘛 怎麼每次吃飯都到處亂跑 所以這三餐是有規矩的 但是吃飯這個時間就是沒有壓力 然後別說盯著他大眼瞪小眼 快啊 手拿起來喔 不用 那這三餐以外 你再選三個點心時間 那這個三個點心時間 不需要坐在餐桌上 好 一個是黃瓜餐 一個青椒餐 一個巧克力布丁 好不好 我幫你選好了好不好 太拔了 對啊 對 另外三餐就是 你可以不坐在餐桌上 可以在一個比較快樂的環境裡面 那那個食物就是你準備好 我覺得喬巴要瘋了 三餐我就搞不定的搞六餐 所以另外三餐的話 我會建議是手可以抓的 就裝在保存盒裡的 不要又要蹲啊 又要開火鍋 不用... 就隨他吃對不對 對不對 爸爸都是這樣子啊 媽媽胖也是這樣啊 對不對 對... 那很多的招數要先... 用了之後你要先想 萬一這一招沒有效怎麼辦 你有沒有能下台階 因為最心疼的 其實還是爸爸媽媽自己 所以你今天說好 我讓你餓 結果他最後餓了 最後受不了的是 爸爸媽媽不是小孩 對 我今天處罰你 你這一餐不吃 我下一餐不給你吃 結果他下一餐不吃 他很高興 難過的是你 這種沒有下台階的事情 就不要做 就不要做對不對 對... 樂媽媽 現在他八歲 你覺得你最困擾的問題是什麼 我覺得他一直以來啊 有讓我一個比較困擾的問題 然後呢 他好像也一直真的沒有辦法改善 就是在於 這麼小感情的處理 你這問題會不會問他 太早一點了 沒有 真的 他非常非常的重感情 他捨不得任何一個人要跟他分開 我還借我們有一次拍戲的經驗 最後一場戲喔 導演希望他掉眼淚 一直沒辦法掉眼淚 他說好冷喔 沒辦法掉眼淚 哭不出來 結果 導演後來妥協了 就點眼藥水嘛 結果一殺青 樂樂 殺青 哭了 他聽到殺青他難過了對不對 他捨不得跟大家分開 然後非常重視朋友 然後也常常會造成就是 在朋友之間的相處 他很害怕被冷落 對 王 王老師 我覺得這不見得是壞事 對 因為這代表... 就感情... 對 他比較成熟一點點 他喜歡人跟人聚在一起的感覺 他不喜歡分離那樣子的一個感覺 其實我覺得樂樂媽媽可以做的就是 提醒孩子 總會有見面的機會 不管是透過視訊 不管是透過任何的方式 通電話等等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他Always都在 然後告訴他說 我會帶著妳怎麼做 等等這樣子的 你看他現在就有焦慮的樣子 講到這個議題喔 你捨不得跟王老師分開 對啊 太誇誇了 對 對不對 其實我覺得孩子... 我女兒小的時候 很怕去百貨公司 聽到費玉清的聲音出來 好 晚安啊 不是費玉清唱歌她害怕 因為那個是要關門 要回家了 不是 他很怕被... 我不知道是什麼 就是他很怕那個結束 還是什麼 他就會說盡量去抓了我們 就快點...不要被關在這裡 對 還是什麼 其實這也是無名的恐懼嘛 對不對 可是我覺得要陪伴孩子 跟孩子講說 這並沒有什麼很嚴重 不信你看 他們只是關門而已 明天天一亮他又打開了 這種必要的練習 幫他們解敏感的練習 解敏感 對 讓他不要那麼敏感 對 這是還是要做的 解敏感 你知道嗎 對不對 對 瞧瞧 會這樣嗎 喜歡上學嗎 像你這麼輕 他喜歡上學嗎 很喜歡 這個小孩真的差很多 有的小孩說 我女兒要上學 明天第二... 我不知道要怎麼辦 他發現他女兒走進去 頭都沒回 拜拜 他回來好失落 但是有的小孩就是哭到 十八相送 對 十八相送 然後一直回家說 媽媽 我能不能不要去上學 這都是問題對不對 對啊 其實那個也就是 動機取向 他只要在學校裡面 有交到好朋友 有看到他喜歡的老師 漸漸他就可以把那個情緒 轉移過去 對 但是如果他人際關係 一直處理不來 那十八相送這個劇情 就會處理很久 因為他只有在爸爸媽媽身邊 他會感到安全 或者像小恩姐 遇到那種鋼琴老師 我不要去 或者是在我整間的小孩 對 是不是 扒著門不肯進來 會害怕嗎 對啊 你會給人家這樣印象 不會啊 我又沒對他怎樣 你要打針 我不一樣好不好 可是小孩子的印象是很特別的 像現在的小孩都會... 比如說你有給你喬喬玩電腦 完全沒有 手機 也完全沒有 對 滿厲害的喔 沒有 因為也是發現過 出了問題 那我就馬上全部撤掉 可是喬爸電腦用得很兇耶 因為我本來工作就很需要電腦 對 那我會去上網 上那些是我自己的調劑 對 工作累了 我就可能要去放一下網頁啊 什麼的 但是妳曉得 現在的小...妳有... 玩... 你知道我有一天看一個小孩 很小的樣子 三歲喔 就是看了一本雜誌 他就在那裡 他以為這樣他會翻是不是 對啊 他就在那裡這樣 我就... 媽耶 這小孩這樣還... 大了怎麼辦 不知道翻書耶 真的 對啊 可是以後不是就是這樣子的嗎 對啊 那兩歲就已經會這樣了 對啊 現在小孩都很會耶 滑得比我們還好耶 這...好 醫生 到底... 比爾蓋茨說他12歲 才讓他的小孩碰電腦 其實這個是真的要幾歲 是適合接觸這些東西 其實幼稚園前是可以 但是需要陪伴 是可以 需要陪伴 對 讓他正確的認識 電腦這個東西 是拿來學習的 不是拿來遊戲的 因為將來他終究是要 用電腦上課嘛 對不對 對 但是有陪伴不會沉迷 對 沒有陪伴就會沉迷 這個我跟他討論過了 因為他曾經有要求過 他說 老闆 我什麼時候可以用電腦 那我就有問他說 我問他說 你現在如果有需要電腦跟手機 你可以用來幹嘛 那他就想想說 除了玩遊戲好像也沒幹嘛 我說對啊 那除了玩遊戲之外 你也不知道要用來幹嘛了 所以我不覺得你現在需要 因為玩遊戲可以玩很多其他的嘛 對 我就說 他說那他說什麼時候可以用 我說很簡單啊 等你功課上有需要的時候 我自然會幫你準備 所以這個其實我們有討論好 他自己也知道 喬寶每次都是想跟他討論 我覺得他運氣好不好 是 他這樣非常理性 真的 非常理性對不對 一條一條這樣子來 對 但是我覺得可以補充一個東西就是說 要是我稍微先問喬喬說 你為什麼會問這個問題 搞不好是同儕 我們班全部都是在一窩窩 都在用電腦 有 這個我有問過 對 因為其實像現在幼稚園有一個 就是所謂的可以帶玩具去學校 是 那真的就是有看到有小朋友 是帶著iPhone 是iPad 對 大學校去 對 我有一個朋友就是 他就帶兩個... 帶兩個手機 帶一個Pad 都是為小孩耶 就給他 我說這麼小 其實看手機是有點吃力 我寧可他看大一點的 我覺得對眼睛的影響 您有用嗎 沒有 對 跳舞好 對不對 其實這是一定會接觸的 有玩一點接觸沒有什麼關係 對不對 不過也不要去苛責那些 就是在用的家長 譬如說我們今天一群大人 大家久別重逢很開心 在吃飯 大家一聊聊兩三小時 你小孩在旁邊 實在不知道要幹嘛 你又不准他亂跑 到處有端湯端菜的 可是他坐在那邊他又很無聊 那以前我們都說要帶個百寶袋 裡面有書啊 有玩具啊 那你就在這邊先自己玩一玩 出個門扛著一個布袋 對 我包包永遠都很大 就是因為這樣 對...所以這一招 其實以前是我們建議這樣用 那但是現在其實有的時候 我會覺得說 就像剛剛王老師講 在你陪伴就像 你知道他在幹嘛 那這段時間 他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譬如說用大一點的 也許對眼睛比較好 那這個他在看的東西 或在玩的東西 是你監督得到的 只有這個時刻 那因為很抱歉 這個時間是大人的時間 那你也不要去就是 讓小孩很無聊 但其他時間我倒覺得 就是能免則免 能免則免 所以在吃飯的時候 有很多大人其實也是這樣子 怎麼能怪小孩呢 對不對 所以其實3C的一個C 叫做控制 就是可以控制 當你的孩子 你要收起來的時候 他已經... 你怎麼把我收起來了 哭哭大鬧就不行了 已經不能控制了 那個時候就表示已經沉迷了 那個就不行 王老師 有沒有小孩子 現在已經成癮了 要來你矯正的 有啊 而且常常是發生 在小一小二的時候 因為大量的接觸這些3C的教具 教具嘛 應該叫做我們的溝通工具吧 對 變成注意力不集中 我也是因為這樣所以才... 就不讓他再接觸了 對不對 對不對 其實這個還是要小心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會成癮的東西 對 省慎使用啦 對 就像剛才宏醫師講的 就是能免就免 因為它少在這個東西上面 它就會放在其他的玩樂上面 跟操作上面的時間就會多一點 對 那這些都是很基本啦 你看我們以前 小時候都是玩沙 玩土 玩草的 可是現在孩子不一樣 登... 那些的接觸反而少了 對 所以我還是很建議像 王仁甫一樣帶了他的小孩 去接觸大次人 去露營啊 去幹嘛 其實就是有不同的選擇啦 就是說 讓他也接觸這個 也接觸到別的 身心才會自然的發展 對不對 有跳舞也要玩喔 好 喬喬 妳要唱歌嗎 妳會不會咳嗽 好 喜不喜歡看醫生 對 今天她爸爸一定跟她講有我 並沒有講有醫生 來 喬喬 要不要唱一首歌給我們聽 好 小毛小毛電話 說起的電話 小毛小毛電話 擦擦打給誰 打給我 打給小鳥 擦擦打給誰 喂喂喂 請問你是誰 喂喂喂 我是大金魚 我大海南的海洋 呼嚕呼嚕 遇見小企鵝 很高興歡迎你來玩 很高興歡迎你來玩 謝謝...喬喬 我發現她正式來得比女學所還好 她好認真 她的眼睛都不眨耶 我覺得她有一個認真 她真的上課都很認真 老師每一個都稱讚 可是有時候我覺得 太過認真是她的缺點 就... 那會不會都是你... 她很小的時候 你就很認真地跟她說喬喬 我就... 沒有認真 很多人在小的時候 到大了以後就覺得 我小的時候 沒有得到父母的稱讚 我覺得是一個遺憾的 好 但是現在 又有很多的小孩以我來看 就是每個小孩來表演 大家因為為了禮貌都說 好棒喔 妳好棒喔 什麼 她如果真的沒有很棒 我們這樣 對嗎 事實上我們都做了錯誤的示範 什麼好可愛啦 好漂亮啊 什麼好... 這個剛剛很棒啊 都不行喔 不是不好 這個多了會麻痺 會麻木 那反而對孩子是不好的 因為對他來講 其實他並不知道 自己被稱讚的點是什麼 比如說妳一直說很可愛 的確是很可愛 我們也覺得很可愛 可是很可愛不是她的努力得來的 所以我們沒有說 會可愛 爸媽生得好 對 所以像剛剛... 像剛剛喬喬唱歌 小燕姐不只說很好聽 你說她很認真 她這個很投入 這個就是一個點 就對她來講說 原來我很認真的做一件事情 我很投入這件事情 是很有價值的 這個東西反而對孩子 將來是一個助力 而不是很膚淺的就在那邊 很棒...拍拍手這樣 這個就有了 對喔 或者還是告訴她 其實你不要就是... 有些小孩其實不是很適合 我覺得大家像她 學舞是有練舞對不對 有去學 那有些小孩就自己在那跳跳跳 家人就說你好棒 你好會喔 我都很想說 她如果真的很喜歡跳舞 就去好好的練 因為基本動作是很重要 她如果很喜歡唱歌 就去好好學 變成一種 就帶在身上的一種 嗜好也好 才藝也好 對不對 所以比如像樂樂跳完舞 大家說跳得很棒 後面可以再加一句 所以其實不管是讚美還是處罰 你要讓孩子懂 你一定要把他講完整來 我處罰你是為了什麼事情 因為你什麼行為表現不好 對 這個喬兒爸常做的事情 對 而不是有些爸爸媽媽 就是只是說 你真是壞小孩 對 你今天做這樣子糟透了 孩子不知道他為什麼被罵 或為什麼被打 這不知道 我被稱讚的 你好棒喔 對 棒什麼 原來是... 原來是我們在稱讚你說 你練了好久啊 對啊 而且你表現得 好認真的那種感覺 所以是針對行為 對 那剛才黃醫師有講 不要針對外表 外表這件事情的話 會讓孩子啊會... 以後會比較在意這些 比較外面的 那那個內在的那個升華 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針對那個行為來教育的話 我們應該要把它講出來說 我覺得你這三天的表現 真的太認真了 今天雖然有一點咳嗽 沒有關係 爸爸看的是 你要上節目前的準備 對 但是咳嗽的話 可以找黃醫師 是 記得要就好了 來 今天我們非常謝謝 巧巧跟樂樂 更謝謝兩位醫生 謝謝 今天節目裡頭 兩個可愛的特別來賓 就是樂樂跟巧巧 巧巧在網路上 我們看著她長大 樂樂曾經來參加 我的百萬大明星 現在演出兩個爸爸 非常受到歡迎 這兩個孩子可能 就在觀眾們的眼睛當中長大 在他們的背後 他的爸爸跟媽媽 其實跟所有天下的父母一樣 要怎麼教養這個孩子 很多人都說 其實生還是滿容易的 養很難 養子不叫誰知過 我們到底要做孩子的朋友 還是要做一個有責任的父母 我們到底要做愛的教育 還是愛的管教 我們如果不能提罰 我們要用什麼方式 讓孩子知道禮貌 知道對錯 知道規矩 知道怎麼樣做 才是應該的 知道怎麼樣會快樂 怎麼樣會讓別人不開心 這真是一個很大的學問 今天我們請了兩個專家 王洪哲和黃仲林理事 在他們的經驗當中 看過千百個孩子 有的孩子很活潑 有的孩子很安靜 活潑有的時候是好動 安靜 有的時候也是一種問題 看到他們我們談到孩子的一些問題 吃飯也是問題 學東西也是問題 我自己就在想 王老師拿了一本書說 我們現在要教孩子 比IQ更重要的事情 我記得我在生我的孩子的時候 買了好多書 但是後來我發現沒有一本書 能讓我搞定我女兒的 一本書一本書看完了 我非常的沮喪 等我學到了這個方法 我女兒又變大了 做父母的都是要跟她鬥志 我常常在想 如果人生可以再來一次 我會不會在母親這個角色當中 可以做得好一點 可是這是不可能的 所以現在的爸爸媽媽趕快 趁孩子沒有長大的時候 用最寶貴的時間告訴他們 有責任的父母應該教他們什麼 將來他在社會上 他會說這件事情是爸爸跟我說過 媽媽跟我說過 所以我不該這麼做 所以我會開心 我會執著 今天非常謝謝樂樂跟巧巧 還有樂媽跟巧八 當然更謝謝兩位醫生 天下父母心 在這裡祝天下的父母心 好好的用功 好好的教養我們下一代 我們的希望就在他們的身上 謝謝你們 小燕今夜明天見